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五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来到了周六学习成长的时刻 不过先来听到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画源》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第一个阶段 带着大家一起来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咯 如天罗愿望 尽管曾经懵懂 如今皆赞同 一岭雉千里 Kumus 一零零雕 结局纠缎 我传越时空 与天相拥 散尽的 孤狼 孤独 眼眼滴滴 结化作成装 感动 云淡 风轻 不从容 我心允许 将输远生中 像风风 一梦梦 天地爱 总相逢 我歌哟 我失踪 若有情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 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 导读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车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导师的著作非常的多 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幸福跟着了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了 在后路的部分就是读者回想 大家来谈谈在学习超码的这段时间内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收获 那如何运用超码来化解自己的生活难关呢 在后路的部分呢 总共有三个读者来分享到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 那在今天的最后一个章节呢 是来自明灵的分享 那明灵她分享的标题叫做 自作自得和谢之友 明灵说 记得太阳圣德导师曾经提及 世界上有两种人会想要修行 一种是生活上受尽挑战的人 另一种是对灵性有所追求的人 而我的处境正是这两者同时都有 所以我更加珍惜出现在我周遭的各项试炼 我视它为一种生命领赞 因为它足以让我学习创造自我灵命成长的契机 有人好奇地询问我 接触超级生命密码 短短八个月不到 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甚至堪称为一项奇迹 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是啊 这充沛的幸福感来得太快 被人一问连我自己都有些好奇 今天透过文字的分享 带领自己回顾这一切 也让我得以重新解释自己 去无存经 受益最多的终究还是自己 没错 受益最多的还是自己 这样的观念深植我心 也就是我长久以来屡试不爽的深刻结论 所以我向来勇于承担 进而常常将 这我可以帮忙 那个如果能做些山修 品质会大大提升 等等诸如此类的建言挂在嘴边 太好了 那件事就交给你办了 谢谢你 得到这样的回应 我大多回答 自作自得 和谐之友 我还得感恩你给我机会呢 主动包揽各项工作的我 即使有些承接的当下 还不是很有把握 但我总是告诉自己 自助 人助 天助 有机会自助 就先负担下来 承担 就是成长的开始 何况 用心 就是专业 只要保有一颗真心 就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是的 真心 是带领我 不断开发自己 内心潜能的另一项法宝 几千年来 无论古今中外 先圣先贤 所留下来的各种经典 全都在讲述我们的心 可见 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只要有一颗赤诚的真心 你就能够轻易地打开他缘 甚至天地的心扉 彼此的心与心 产生和谐的共振 激起令人无法思维的 种种妙不可言的现象 你会充分感受到 何谓真正的心想事成 何谓真实的幸福满足 何谓珍贵的天上礼物 何谓发自内心 涌现的感恩 结局之内心 截至秋图 我穿越时空一天相忧 何谓晨越深夜 何谓晨越深夜 在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 来跟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 这一本由太阳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幸福跟着来 在后路读者回想的部分 由明琳所分享的文章 不过文章还没有结束 在下半段也谈到了 在很多的时刻 要如何达到了身心灵的平衡 如何世事充满着感恩 让自己可以有着正面的方向 来往前迈进 那在下周的节目当中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 超马的学员明琳的新的收获了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分享 导读到太阳星的导师的 出版著作之外 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 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 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 还有收获成长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戴妹来到节目当中 戴妹你好 那想要请问戴妹当时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在2015年我的亲人 他就送了一本叫做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给戴妹 当时她也知道 有时候到大 大一辈不爱读书 也不认识字 为什么会送我书 然后妹拿着这本书的时候 就看着超级生命码 只是懂得这几个字 应该是一本好书吧 然后我就接受 开始翻看了 当时翻看的时候 一个字都不会 怎么办 就是很懊恼了 完全都不认识字 然后先生跟孩子每天晚上都在客厅里面 追联系机和打游戏 妹妹一个字不会的时候 就去请问他们 让他们来教戴妹 当时孩子家人觉得戴妹很烦 你在看什么书 为什么来一直捣捞戴妹 当时大儿子不耐烦了 就拿了戴妹的手机 帮我载下了一个汉语 孩子对戴妹说 这个汉语你不认识的字 你在那边写 它会有个声音出来教你读 妹就那时开始 把这本超级生命密码就读完了 在读完书籍之后 其实也是靠着很多很多的一些毅力 把它一个字一个字 慢慢的读清楚 戴妹是不是在读完书籍之后 其实也在萌萌动动之中 想要更加的了解超级生命密码 所以其实也参加了很多的课程 还有活动 那戴妹还有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的活动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次 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好的子龙 我第一次在参加导师的课程 是在2015年 那时导师还没来到马来西亚 亚洲 他就跟我的亲人讲 他讲我也没到过亚洲 亚洲是怎样的市场 怎样的环境也不知道 然后就通过我的亲人邀约了朋友 我们第一次开的身心灵滋养班 只有30人 戴妹就是池中的一个 当时导师在讲解的时候 戴妹只是在聆听 当导师要我们写忏悔文的时候 就是难题了 因为戴妹不认识字 也没有听过身心灵滋养班 也没有听过正能量跟负能量 要写忏悔发言 完全不会 就交了百件 然后就在导师的面前 跟导师讲了一句 导师待会不要再写什么 什么忏悔什么吗 戴妹真的不认识字 不会写 也不懂得什么叫做身心灵 所以就交了百件 当时导师只会看着戴妹一下 就没说话了 后续是不是也透过了很多的方式 想要来更加的了解超码 是不是也做了很多其他的努力 然后也透过了自我的学习 也把这些的心法 还有我们在超码当中的学习 落实在生活当中呢 是的 当时我们的小区没有读书会 就是说现在的清明会 也没有网络公修 当时戴妹要去到哪里 我要从早上七点 我就要坐火车 再转车去到把身 把身就去上网络公修 上了网络公修过后 就再转车去到普总 基隆坡的普总 就上了清明会读书会 由早上七点出去 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家 当时妹的环境 跟经济上很大的问题 不可以每个星期 去上网络公修跟读书会 只有选择一个月去一次 但是还是写不到东西 感恩在16年 有位同修 就是我们家乡的同修 他发了一个愿 就说在我们的家乡 就要有读书会 也要有网络公修 当时戴妹真的很开心 可以每个礼拜到课室去 上网络公修和上清明会 那时就开始慢慢慢慢摸索了 超级生命码这个信统的运作 是不是也透过了 在书籍当中 其实也找到了一些的新法 然后落实在生活当中 也在生活当中改变了方方面面呢 改变很多 因为每次在夜市场做生意的 是靠天 以前真的很害怕 下雨啊 开档之间就已经在害怕 下雨没有顾客 种种种种的很负面的情绪 但是我的恩人就把我的手机里面 献了一首感恩世纪曲 但是我不认识字 也没有字体给我看 我就在听在念 很奇妙 我连感恩世纪曲的这首歌曲 我都念错唱错 但是还是很开心的大大声的唱 唱的过程中很奇妙 生意开始越来越好 贵人也越来越多了 生意的上转变就是 以前要等顾客来 然后害怕下雨 现在没有 除了感恩 一直在感恩之外 现在的顾客是追着来的 以前是等着顾客来 现在是顾客追着 顾客时常讲 哇我又迟出来了 我又买不到你的食物 他们就拿了我的手机 通过用手机来订购食物 他讲就算我在忙碌之中 赶不出来 我还有买到你的食物 就是这个应转中 我在档口还有把蛋蛋机播放 导师的歌曲 爱的祈祷 还有感恩世纪曲 感恩星空 这些歌曲一直在档口里面 在夜市场一直播放 很奇妙 顾客又越来越多 我都成为了很早开档 很早收档的 也给公会的会长 成为了一个收档冠金 哇在生意上面呢 其实也运用了很多 不同的一些心法 而且呢 在落实在生活当中 甚至呢 透过了音乐歌曲 也让生意呢 越来越好 那除了在生意的部分 是不是在家庭生活上面 其实也有其他不同的转变呢 有 在夫妻关系 以前是没自己的自大 所以为了脱离 那时还没有学习钞码 脱离不要在夜市场的 生意的生活 害怕下雨 害怕没有顾客 就去找一个店 来做生意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智慧 选择的错误 导致就添了 银行一大笔的负债 也逼了先生去持工 来帮助自己 两头都不到案 当时就欠了银行的 六十多千马币 当妹的做生意 如果又总回 回夜市场 每天卖一包两块钱的米粉 我要卖多少 才可以还清银行 这一个贷款 还有它的利息 加起来都差不多 整百千了 然后我就通过感恩导师 第一次 导师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是2017年的大型的活动 就是在Bukki J6 有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还有个课程 当时我们芙蓉的同修 就给了票 演唱会的票 让大妹去结演 当时大妹就是想 我都不认识了 我怎样去结演 也是刚结出唱嘛 没多久 感恩导师 在网络公修 有讲过 我们在超码里面 有很多工具 可以借力 当时大妹就借力 借力的就找朋友 朋友在找朋友 没有想到 我们的借力 跟同修的一起 齐心合力 就可以完成 在我们小区服用 就有四两八四 到Bukki J6去了 那时就做了 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一位贵人出来 来知道大妹 了解大妹的生活境 她就借了我 一笔六十千的马币 让我去还完 银行的贷款 过后 大妹在努力的 之下 就在把套码 套码去推广的时候 又再借到贵人来店 说是一笔钱 是不用还的 改天留给孩子 读书吧 所以在超码学习 真的很妙 用了超码的系统 让自己呢 不仅是呢 在生意上面呢 有所收获 在自己的金钱方面呢 其实也是得到了贵人相助 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在家庭上面 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还收获呢 转变跟收获很大 自从做了这个太阳理念 转变法之后 大妹就禀告太阳公公 当时先生只是 已经沉迷的赌 因为我的习气 已经很坏 整天向他发脾气 一直在埋怨 这条路走到很不好 你带给我的痛苦 导致到他不愿意在家 就沉迷了去赌 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错 一直在抱怨先生 爱赌 把家里的钱都输完 然后做了导致的 忏悔发言 还知道自己的错 原来一手都是自己 这个局都是自己造出来的 然后就感恩导致的一个 太阳理念转变法 大妹就向太阳公公禀告 虽然我的生意很好 但是先生沉迷度 我们的经济问题 还是很大很大面对 要怎么办而已 也没有求什么 感恩有一天 先生突然间就跟大妹讲 他要开始戒赌 很奇妙 当时我的鼓励就是说 很好 他还问我来得记吗 我讲当然来得记 我从不认识字 我拿到超级神秘码这本书 我都愿意去学习 去改变我的人生 我相信你的坚持是可以的 真的很奇妙 他就完全没有去 那个赌房那边赌了 只是现在 只是新年跟亲人 一个小赌疫情而已 那边他完全就不到了 就不去赌了 还有第二个的家庭的方面 大儿子 大儿子年少的时候 就参加了黑色党 黑社会 那时候 他对我们的态度很强烈 我们不给他们出门 他会还手 会跟父亲打架 他会跟那些会是党的人 去那些夜店酒吧 会导致到十多岁的人 把头发脱光 毛也光 身体已经坏了 但是妹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只有吵闹 妹就也是做了 这个太阳理念转发 每天请求太阳公公 我的孩子 几时可以回到我的身边 我什么都不求 我只要我的孩子 回到我的身边 感恩在2013年的疫情 MCO 我们全马来西亚就停止了 各种的行业 都不能够营业的时候 孩子就没有参加他们的 黑色党什么 没有参与 就乖乖在家里 但是孩子的个性 脾气很坏 不是孩子的错 是大妹的错 但是跟大妹沟通的时候 24小时在家 我们都有摩擦 感恩 也感恩导师 在网络工修 要我们学习地址 规 妹就通过地址 规这一边 把我的脾气 把我的我字 尽量缩小 就跟他儿子沟通的方面 很妙 儿子真的 在家里没有发脾气 也没有跟我们斗嘴 他只是一直在念 为什么要有这个疫情 他不能出去 我讲这个是世界的问题 我们不要怪任何人 我们只有怪在家里 乖乖就好 但是感恩孩子 他也愿意听 因为妹落实了地址规 我们沟通方式有改变了 在运用了超码系统之后 在生意 还有自己的一个金钱运上面 甚至是在家园的一个改变上面 其实我真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礼物收获 那在访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大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 想要在最后总结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学习心得 其实我有不会到现在 我就在超级生意嘛 九年 只要乖乖听话 跟着导师的脚步去学习 导师每一个课程都让大妹都会没有放弃过 也导师每一个课程都有他让我们去学习成长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超级生意嘛 这个系统学习 再试一次 给自己再试一次 来做个试验 来帮助自己 无论我们面对是情关 前关 或者生死关 在超级生意嘛 你愿意去尝试 就可以改变命运 妹在这九年里面 从来不到庙里去 也没有再去问神 也没有去算命 以前一直想往这些地方 明白了能量的提升 灵命的提升 一切都可以运转 自己可以照命 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没错 所以也邀请大家 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一起来了解超级生命密码 一起落实在生活当中 来做学习和翻转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了 来自马来西亚的超码学员 戴妹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感恩戴妹 感恩子勇 感恩全球超码的家人 感恩导师 这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码学员 戴妹的分享 戴妹的学习经历真的还蛮励志 对不对 从原本不认识任何一个字 但是透过了很多的方式 努力学习 一步一步的读取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籍内容之外 也透过了很多实际的课程 还有着自己的如法实修 让自己在生命的地图上面有所转变 光是这个学习的毅力 就非常非常的令人佩服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有心想要翻转 或改变自己人生的话 找对方式找对方法 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来 突破现在的困境 和翻转自己的人生 也邀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 就一起来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咯 而紧接着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听的音乐作品咯 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神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珍惜这出戏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儿的节目当中 附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就会邀请到了太阳神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当太阳升起 我心欢喜 当彩下漫天 我心清理 切开阴晴圆圈的轨迹 不论聚散的轨迹 不论聚散离合都是心 零无人生长短不必在意 海斗里面有千层天际 夏日雨 夏日远远有两风行 雨 后山 不珍惜 好珍惜 是世界在心不无力 夏日远远有两风行 都珍惜 是世界在心不无力 夏日远远有两风行 化作奇迹 珍惜春暮暮的岁月痕迹 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了 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 就是在生活当中 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讯息 但是这些讯息是不是似是而非 或在当中有加油添醋 甚至是有抹黑诽谤的一个可能性 到底我们要如何 透过我们的智慧来做判读 而且我们要如何不变成这样子 好像只讲不好的话 或者是只是想要抹黑别人的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度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柔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讲到这个似是而非的事情 刚好我自己身旁就有这样子一个例子 现在不是个人的社群都很发达吗 有很多的社交平台 对不对 那在这个平台当中 大家都可以讲很多的话 但这些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其实真的要靠大家的一个判别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之前 可能跟其他人有了纠纷 有了恩怨 可能就会在脸书 各个不同的社群平台上面来 开始造谣抹黑 或者是用着自己的立场来书写 对这件事情 或者是对别人其他的一个感想 但是对我们可能其他人看得懂的人 就觉得说根本不是这样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 有的时候对于其他的一个当事者来讲 真的是有理说不清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那道事 该怎么办才好呢 只从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我不禁想到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大家渐渐都生病了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约束 所以只要你喜欢爱写正面的爱写负面的 只要这个一个案件一发出去 然后就变成了网路上的一个记录 所以刚刚子龙说 有人这样子的一种怎么样的作为 但是你放眼望去 现在这个世界不就是每天张飞杀月飞杀的满天飞 然后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大家也是看得雾蒙蒙的 那真正的来看 这对整个人类的进展是好事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负担 在拖着人类的进步 但是你要归于这个源头点是什么 其实这也就是一个人他的评断 对错的评断 仁义道德与否的一个涵养与否 当没有这些规范在心中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约束 他就觉得我想写 就算是假的 我就要把那个人害死 我写的图文必冒的 你又能奈我为何 所以导致今天很多的讯息 就像是垃圾讯息 那也很多人被蒙蔽在里面 对的说错的 错的说对的 然后搞得大家神魂颠倒的 这应该是层出不穷 今天真的你说 谁能够去约束这个网路上的 这些言论呢 好像都没办法 所以这就变成了人类进展史上的一大缺洞 这个洞可能会越来越大 会把人类的一些好事或文明 就因为这样的问题 让更多人产生了 怎么样的一个 可能是对世界的认识不清 或者是对很多什么样的一个见解 错误的学习 导致谁的损失 在进展上怎么样的一种delay 都有可能 那今天可能是你 明天可能是他 如果大家生命共同体 迟早这些不实的言论 或者是抹黑的一些做法 这个或多或少都影响到你或你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的子子孙孙的时候 那就要回来看 这些随便乱写抹黑别人的人 难道他们没有想到 有没有一天他们自己会被别人抹黑 或者是造成什么样的一种损失 所以五十后不是人家说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当然一个人他想讲对方或写对方的时候 他可能心中有某种的怒气怨气 所以在这种不太对的气场运转下 他已经没有办法分 是不是事实 他一心就想把对方一刀毙命 所以这种移情作用 可能就会造成了社会很多很多的损失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 道德薄弱的今天的一个副产品 那是不是你我他要来重视这个问题 来好好的大声几呼 道德重整的一个可能性 在你我他共同的运转下 能够把这个风气能够拨乱反正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哇这个听起来呢 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呢在现在的社会之下 真的很多的事情太困难了 像现在啊 真的是各种不同的流言蜚语事情嘛 真的是都会混淆视听 这种呢就是故意来曲解别人语意 或者是呢把不是的说成是 是的说成不是这样子一个言论 其实有的时候旁人真的没有办法在意识之间看得清楚 真的还是假的 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想要好心好意的去帮助某一个人 但是其他人看到就说 你们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你才会去帮他啦 你是不是图他什么等等的 就被抹黑或者是被曲解成 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目的或意图 哇这样子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 真的是屡见不鲜 要如何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远离这些的是非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困难 导师 我记得有人说刘德华会这么样的昌盛在演艺界那么多年 好像是说他的祖母还是真祖母 在比较久远以前是在路上奉茶的主使者 所以他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的因德 所以抱在刘德华的身上 所以他在演艺界里面 虽然是六十几岁了 还是怎么样的活络 所以当年大家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风气下 所以有这样的善心 那别人也接受 所以造成大家的方便 所以这个循环就是善的循环 好事一件 但是这个事情 如果今天放在现在的社会 就不一定了 现在的社会如果那个人对你有成见 或者是现在的人他的想法很快速的 可能他就会跟别人下毒 说你看到那个人在那边奉茶 或者是免费送水 那里面都是毒水 那个送你的那个瓶装水 那都是过期的 或者是那都是 里面有那个化学成分 喝下去会致癌的 那一般人也许他也搞不懂 听你这么一讲 吓得他也不敢拿来喝了 所以原来的这种好事 就可能有些人 因为自己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就大奖特奖 所以讲到整个好事都不见了 如果这个好事不见了 那个好事不见了 整个社会的好事都不见了 就不是你我他之福 那如果这个社会变成这样子的负面的成长 那我反问的就是我们今天社会 大家努力耕耘 究竟换来什么 是换来这样子的慢慢的像温水煮青蛙 因为大家的这样子的错误行为 变成没有人真心想付出 或者是在真心的运作下来换绝情 导致没有人再有他相当当年的热情 那对整个社会来讲是好事吗 如果不是好事 为什么大家也都见怪不怪的 这么样的可能性的网络的这种 只要愿意 没有什么写不出来的东西的这种风气 它的这种指数一年比一年高涨 所以以前你去网络砸一些资料 你可能能看到的是真的资料比假资料多 但现在你打一个keyword进去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你也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上去做一些research 你都会觉得到底当一个事情 全部是讲正确的 那也许你就很容易采样变成你的知识 但是你看一个东西 张三说好 底次说不好 然后一半说好一半说不好 所以你也confused 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用这项产品 而今天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的说音 大家在阶段的时间内 因为什么样的理由 导致他没有办法 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模式 来写出他的感受 但在那个moment 他就是把一个可能性的负面感受 写的淋漓尽致 而导致你我他 没有因你的建设性的言论 而让这个社会会越过越好 越过越顺 比如说一项新产品 可能就是大家写的不好的评论 所以新产品也不能够 让更多人来好好的使用 得到更多的益处 所以社会的进步的角度 或者是速度就会受影响 那怎么样来大声疾呼 我们这社会应该要想着 我们出来的言论是会影响到 其他人或将来的子子孙孙 所以每个人的谨言盛行与否 就非常重要 这些都是为人最根本 最根本的基本操作面 但是却在今天 大家见怪不怪的情况下 也都各种可能性的呈现 也让很多人看不太懂 这个社会究竟它要走向的模式 以及程度 究竟在哪个地方产生的共振 是你我他之福 我想这还是需要你我他 有自知式的这样子的智慧 来大家能够推动着 这个道德重整的重要性 让你我他能够拨乱反正 让大家变成一股流行 不是乱写 而是好好地赞养别人 我想这些都是观念的问题 需要你我他的努力 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 光是这个社会 尤其是媒体当中 还有各种不同的社群当中 这些流言蜚语 这种混淆视听的言论 其实真的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且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有流量 大家都很喜欢看人家八卦 看人家的隐私 所以你可能就是捕风捉影 看到黑影就开枪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 就是写的天花乱坠 然后混淆视听 那为了就是要博取流量 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喜欢看 大家都是比较八卦的这种人 所以其实媒体为什么会那么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嗜血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 媒体视图当中 我们就喜欢看这个 然后让我们的媒体 或者我们的社群 就越来越偏向了这样子一个混乱的状况 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乐听人 来影响到的这些的媒体 或者是整个生态 那这个是有办法也可以转变的吗 老师 始终提到这个问题 刚刚你讲个keyword 因为有流量 所以人家愿意写 对不对 那就要想了 为什么有流量呢 因为人家喜欢看 所以在有流量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会有产生所谓的商业利益的出来 所以就尽量多写一点 导致可能在单位里面的一个欣欣向荣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会造成我们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是不是有可能 但是如果这是事实 但大家要见怪不怪 那会不会就是现代的人 已经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谈话新节目 还玩这个沈玉玲说 有钱就干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流量就干 只要看到有什么样的力 不管这其他方面 我们就顺应的这个潮流 但是如此的风气 会不会影响着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的子孙 这也就是大家平良心 对吧 但是目前的这个3C的盛行 感觉上就是你操我操你 这个不好的风气是越操越盛 所以你说要怎么样来杜绝 是不是大家有志之士 怎么看来做怎么样的一种呼吁 但是比较好笑的是 现在这些对的呼吁 好像也相对减少了 好像也就是大家弄吧 反正就是长这样 随便吧 所以我想还是需要靠你我他 大家能够早日的觉醒 因为这些的演变对自己不好 对我们的子孙也不好 但是能不能想得这么远 还是说当时为了流量也好 力也好 就这么干了 那后面再说 这就跟我们原先 我们的心中的道德观与否 是息息相关 所以这里面 能不能够复兴 这里面的踏实笃定的道德观 我想要各界一起合作才有可能 不是靠单方面的 所以也希望 听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的朋友 大家是不是也是有志一同 来怎么样的复兴 我们这样的一个 正确道德观的这些 最根本的一些逻辑理念 我想都是大家 应该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没错要如何复兴 要如何重整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 要从自己开始做起来 像是我就发现 在台湾某一些的媒体 很爱下那种耸动的标题 然后点进去之后 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或者是听说的事情 然后把它写得天花乱坠 然后应用着比较试血的一个标题来骗人 那现在呢 我就会学会 学乖了 就是呢 这些的媒体 这些的网络平台 有些呢 就是乱写的平台 我就尽量不去点 在没有流量之下 也希望呢 他们可以改写归正 当然呢 要从自身开始做起 要如何呢 去避免这样子一个混淆 视听抹黑 或者是诽谤的事情呢 休息一下了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 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日月星辰》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 附组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咯 平衡城那望天庭 珠希来时分明 纵然千山万水总是情 已有几 暮暮深情 再问凡心去若心 初众生未分明 千古万里 却知就在尽 众生渐渐敲醒 有如日月星辰 却想着你 尽先选择时代 你来临 路可听分明 日月星辰 总在心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邀请到的同样也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深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荣你好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来跟大家谈谈了很多在社会当中 或者是在你我的生活周遭都会有很多抹黑诽谤 或者是混淆视听的这些言论 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透过了智慧来做辨别 然后要尽量的来避免这些事情的重复发生呢 像是呢 真的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很爱造谣嘛 或者是很爱就是用自己的立场来讲这些话 但是到底是不是公允得是不是呢 似是而非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最知道 但是呢 有的时候啊 哇 为了不管是流量或者是博取别人的目光 有的时候呢 真的是说上瘾了 不管是说谎说上瘾或者是抹黑抹上瘾了 那就好像呢 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但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自己的道德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的损伤损害 这样子长期来说 对于他自己自身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呢 道士 子龙这样问的话呢 我就要说啊 现在的社会 其实有很多人在他的内心深处里面 当他听到我们说道德与否的时候 他会心中想 道德一斤多少钱 什么叫道德 只要我喜欢 只要我快乐 只要我得逞 有什么可以 所以当道德这个已经不是他考量的议题的情况下 就很有可能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你说你看到这个人做这样子没有什么样的道德呈现 他也没有怎么样 他今天去毁谤一个人 他每天还过得好好的 旁边的人看 他这样毁谤那个人 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至少他每天这样写人家不好 他好像也没差 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会有人觉得说 这个反正他做自己 都是写着他自己的观点 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我也来 但是殊不知 就是每个人的见解认知的程度不同 所以你所写出来的这个内容与否 是真的是这样子 如你所想象的 还是这里面你的误解 但是却在你的言语中 已经重重伤害了这个人或这个团体 那你说做一件 也许没事 做两件没事 但是今年累月 都有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社会到底道德重不重要 在天地的眼中 这个得至于否 是不是很重要 那叫做天之道 但是我经常说结果论 就是如果这个人 在他的生活 他是这么样子的 非常尽情的 在这样子的造谣抹黑 做一些人不该做的大事小事 一段时间之后 去对比着他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 他的人生并没有因此 因为当时想做那个事而得力 就算当时得力 在后来也不竟然让他飞黄藤达 与否的时候 如果这对比差是很强烈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感触 这个冥冥之中 天地还是看得很清楚 那这种东西我想就是要大数据 在大数据的一种看法分析下 才会很精准的看到 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特性 特征的经营下 可以为我们带来无限的幸福 圆满 快乐 这些不约儿童的一种副产品 那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 是让自己越走 这个范围越小 越走越转不开 那可能当时 当事者还不自知 但是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旅程上 旁观者清已经看到 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过去他的这种好的际遇了 而且这个福分感觉上越来越薄了 如果真的可以自觉出 有这么样的一种倾向与味道 人们才会懂得一切还是有天理 还是有定数 在你跟人与人互动 或人与世互动 就怕没有互动 一有互动 他就必然有阴与果 而是不是造出好阴 将来得到好果 还是坏阴 将来还是会等到你来生个坏果 这也就是个人认知 独信不疑呢 还是问你说 这种观念一斤多少钱 对吧 那什么样的时候会说话呢 时间的洗礼之后会说话 有的时候我说 人间的病可能是天上在设计上 在人间实行的一种手段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诉求 来找到某种的平衡 有些人在这边坐着 他没有合于人类应该基本的道德观 他可能在这边他觉得他坐着得心应手 但他可能在他的健康上 要么就是有近优 要么就是有远率 可能有一种地质炸弹 埋在他身上 你没有跟这个人在聊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问题 但当你把他聊开的时候 如果能够把一个大数据 把他列得清清楚楚 然后用大数据来做一些结论的时候 我想应该会看得很分明 好人得天佑 天公总是得腾汉人的这句话 我想自古自经在讲 他总是有他的理由 是不是我们有这个耐性去观察 我们应该要做到为人最基本 最根本的这些点点滴滴 那就是看每一个人 他怎么去定义他的人生 但是不管你怎么定义 你的人生在未来 还是要蒙天地的一个算盘 来打一打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 当扣分的这个果实越来越大的时候 毕竟后面个人修个人德 个人经营还个人要面对 还是就是个人来看 怎么样来面对这真实的人生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人生 是多彩多姿 丰富幸福圆满 那我想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脉络 跟天地的真理共振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不昧良心 真正的说到做到 而且看到这里面的变化 能够真的就是今生 或者是这一世将来的生生世世 都能够牢记于心 做对的事 做好的事 做不昧良心的事 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我想这些还是有待于 你我他 大家自己的这种志士 来判读来告诉自己 究竟自己在选哪条路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真的呢 要走哪一条路 是要走良善的路 或者是你要来走这种 乌烟瘴气的路 其实呢有的时候 真的自己可以来做选择 那当然呢 社会国家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 道德要重整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但是如果从我们自己 开始来做一个发散 说不定呢 可以慢慢慢慢的扩及 影响到了其他人 但是要如何有这样子 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 逻辑观念 让我们来做学习成长呢 其实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太阳上的导师也常常来做的 这些最根本的这些提点 还有这些的建议哦 那当然呢 在遇到了很多的事情状况 我们要如何有一个基本的 正面的价值观 来去做判读 来去做言行举止的 这一些的参考呢 也欢迎大家咯 可以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来多加的认识和了解 欢迎大家呢 可以先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和手机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课程讯息 最新的活动消息 里面也有很多的 好听的正能量的音乐作品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都会有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当中呢 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到的 就是太阳生的导师的 出版著作书籍 另外呢 还有学员读者们 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 不过呢 因为全世界各地 精英会的时间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网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来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的 精英会时间地点了 有或者大家对于这超码的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精英会 有任何想要询问 更加了解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 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周一到周五 拨打电话来到了台北 这边来询问 我们的台北的电话是 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 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一起来做成长 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的 方方面面呢 往着正面的方向来迈进 让我们呢 不会被这些的 抹黑诽谤造谣 或者是流言蜚语而困扰 让我们从正面的方向 开始积极来做起吧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再次感恩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 感恩导师 谢谢梓荣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 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咯 很快的 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到最后一个阶段咯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一起来学习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话 在我们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 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课室 欢迎大家 一起来做学习咯 而紧接着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 来送用这首 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作词作曲 并且演唱的 曾经沧海 今天的节目 就为大家 进行到这里咯 我们在下周六的 中午11点钟 到12点钟 F204.1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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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